早上有点亢奋 然后我真的是因为G0V跳了好多坑 然后现在这个坑还蛮大的 就是因为这个坑的坑组不是我 我是被推坑的还是被推坑 然后做在宅医疗 然后他的目标是把全台湾的诊所 就是推到在宅医疗这个领域 就是不要只坐在诊所里面的 我们到病患的家里面 让他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过他的余年 那我今天在会场有很多收获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因为开宗明我就跟大家说 我有在hold这个chapbar社群 所以大家想到chapbar就会来跟我聊聊 所以我就是很兴奋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技术的问题 包括我们刚才世荣帮手在问到说 如果要传照片进来的话 可不可以辨识他的一些档案格式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LINE都有提供一些API 其实可以查 那他们刚才就是很有效率的就刻出了这个chapbar 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奇 大家很有效率的想要让这件事情成真成案 所以呢我在这次中间呢 我就是也帮忙呢 就是把大家先从脸书揪一揪 因为大家可能有脸书账号 那这时候我先帮大家揪脸书社团 然后再邀请大家进G0V G0V的slack 对然后我们就即将在 两个礼拜以后就开始正式的有小聚了 对希望是大家会很高兴的 一起来让我们村里们有一些更方便的一些服务 那这是在chapbar的部分 那其实在宅医疗这个部分呢 它又是一个资讯接受度没有这么高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这些医生们啊 其实在使用资讯是有一些障碍的 我前几天邀请 有报名想要参与这个社群的在宅医疗的医生们 一起来用HackMD 结果呢两个人回应 对两个而已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可以有一些参与 对然后坑主是建议说 就是一步一步来吧 就是让他们先愿意揭露自己的资讯开始 对那 今天呢会场还有一些其他的专案 我也去了解一下 包括地图可以用OpenStreetMap来做开发 那未来就比较不会被Google地图去绑住 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去尝试的 那因为现阶段想用一些较快速的解决方案 来提供坑主它想要看到的一些情形 所以我们最近已经上线了这个地图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申请的这个Domain是 一样是收集整个在宅资源 在宅医疗的整合的一个计划 那上面就有我们的整合地图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参与 给我们一些建议 那除了这一项整合的一个想法之外呢 在会场有看到一些惊奇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啊 那个Firefox Irene就是她分享到 我们一个人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是如何的被企业追踪的 然后我就整个非常的惊讶 就是一个暴露在网路上面的一个没有挡掉广告的人 那她是有多少资讯会被追踪的 那这时候她开了一个图像化的服务 让我看到就是非常惊人的是 她两年以来的私人资讯呢 是让电脑是可以lag 然后一直跑的跑很久才会跑出来的 她的暴露在网路上面的一种各种历程 所以呢 大家的资料其实在网路上面有大量的暴露 不过我基本上是还没有那个意识啦 就是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然后两个礼拜后的我们的那个开发者小聚啊 如果大家对聊天机器人开发有兴趣的话 欢迎就是也是透过可能我们的共笔 或者是敲我slack账号 我是flyfly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往下开发 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fly 那我们下一位是隆宁的维建类型